最近有很多粉丝想让我测评一下这个东西 先看视频 没错啊 这个东西就是现在网上非常火的可伸缩金箍棒 据说这个东西很好玩 但是也很危险 咱们看看这个东西到底怎么样啊 可以看啊 它上面写的是危险 小心弹到人 可以看这个金箍棒就像这个样子 而且它全是金属的 非常重啊 它这个位置有一个开关 有一个这个小的插销 我们实际按这个地方 一按 这个插销就被弹开了 这样我一撒手的一瞬间 这个金箍棒直接就打开 而且现在这个力度非常大呀 咱们试一下啊 我只要轻轻一按 这个插销就会弹开 没弹开 哇 哇 这个地方刚才直接卡到我手上了 哇 这个东西劲儿太大了 我手机现在都出汗了 咱们先给它封住 哇 这个东西有点封住了 哇 刚才好危险啊 刚才这个东西直接弹出来了 而且它特别锋利 你看 整个我都有点不敢弄这个东西了 咱们试一下啊 321 走 哇 直接弹飞了 可以看啊 这个弹开的金箍棒 哎 就是这个样子 而且它很硬啊 我们来感受一下它的力度啊 走 看到没有 直接打扁了 然后这个东西想要收回去呢 就得一点一点这个旋转 给它转回去 接下来我们来感受一下 这个东西弹开的威力啊 可以看啊 这个金箍棒 直接弹到那去了 你敢想象这个东西 如果是小孩子玩 它要是没有拿住的情况下 会不会戳到脸和眼睛 而且这个东西往回收的时候更危险 一不小心它就会又弹开 接下来我们把它拆开看看是什么构造啊 哇 就是一个这么薄的铁片 我们还是戴上手套吧 比较安全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锋利的程度啊 看到没有 这简直和菜刀一样 非常的锋利 所以啊我不明白为什么现在还有很多家长 给孩子买这个魔术金箍棒玩 虽然很酷 但是没出事呢 如果出事了 你哭都找不着掉